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您 亲自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透过这段时间 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来与你亲近 恳求主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阻碍 也恳求主你亲自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用可慕的心来迎接你的话语 并且透过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生命 求主与我们同在 保守眷顾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们今天要来开始看这个 迦太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 那上次牧师有请大家回去看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对不对 那我也有 刚才有请大家找到的人 都有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那因为今天这段经文跟《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有很深很密切的关系 《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是在说明 我们教会历史上面的第一次的大公会议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大公会议 就是在历史当中 众教会为了要解决当时教会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信仰上 神学上的问题 他们会召开大公会议 比如说要解决耶稣的神性的问题 或是要对抗当时的一些异端 他们必须要召开所谓的大公会议 大家一起来讨论什么才是正确的教义 他们就召开会议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它是记载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 那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首先会跟大家讲 这个会议的名称叫做耶路撒冷会议 耶路撒冷会议 它是在耶路撒冷召开的 那今天牧师帮大家做一些整理 这个整理事实上是从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拿出来的 那我就是用会议的记录的方式 帮大家做一些整理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那也在你们的讲义当中 你们可以稍微填一下 好 在第二章 在进入加拿大第二章 首先我们要处理的是 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 那保罗为什么会 他离开 我们上次有说他到耶路撒冷之后 十五天 短短的十五天之后 他就离开耶路撒冷 回到他的故乡去 后来巴拿巴才把他接到什么 接到安提拉教会 接到叙利亚的安提拉教会 那后来他第二次又到耶路撒冷 这次是为什么 他是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那边举开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 那我把这个会议的相关资料整理一下 让大家知道 好 我们要有会议记录 第一个就是要有时间 对不对 好 那时间大概是在主后48年到49年 但是这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牧师是采信这种说法 因为根据加勒太书第二章的第一节 保罗说他十四年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很显然的 我们知道保罗他我们刚才说过他的历程 他在大马的社的路上去要原本要去那个大马四格去追杀基督徒 对不对 好 结果就在那边遇到户火的主就在那边悔改了 之后他待在大马四格以及阿拉伯的旷野一共几年 三年对不对 之后他就离开那边到耶路撒冷 待了几天 15天 再回到他的故乡 一小段时间之后 阿拉伯再把他接到 叙利亚的安迪亚 经过14年之后 他再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大概大致上是17年 就是他悔改之后17年 那因为保罗在加拿大书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 所以如果保罗是在祖后32年归祖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说 我们在算这个祖后这个年 年代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原本是说祖后这个年代有点奇怪 祖后一年是耶稣诞生的日子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学者推测 是大概祖前四年到六年才是耶稣诞生的时刻 而且这个祖后还是说西元 祖利 这个你们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没有零年对不对 照理说是要有零然后负一 然后有一对不对 他是祖前一年跟祖后一年 这个有点差距 所以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致上知道耶稣大概是祖后32年左右 或是祖后二十几年左右 二十九年左右 大概他训到的 那这个时间推算当中 当然都有一些一点点的误差 不过如果耶稣护活之后 再经过一段时间 保罗如果是在祖后32年归族的话 那这个会议就是在32加17 就是大概49年或是48年左右举行的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会议 大概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 好 当然有一些其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耶路撒冷会议 是保罗第三次访问耶路撒冷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在迦太书上 他好像都一直没有提到 提到这个 虽然他都14年之后 他再去耶路撒冷跟他们讨论 但是都一直没有提到这个会议的结论 所以他们认为说 大概是第三次的时候 才真正开耶路撒冷会议 第二次只有讨论而已 但是加太书在保罗 他认为说加太书是保罗第二次访问之后 以及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间所写的 但是我个人是选择第一次的第一个说法 所以我们大致上是认为这样 那会议的地点当然就是在耶路撒冷 那会议召开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旅行步道 去设立一些教会 回到安提阿之后 大概有一年半之后 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人 他们跑到安提阿来向他们说 说了一点 指导他们说 外邦的信徒 除非按照摩西的规条接受割离 否则不能得救 结果这件事情 引起了双方很大很大的讨论 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5章第2节 说他引起了大大的纷争跟辩论 两方面都有充分的理由 两方面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主张一定要接受割离的人认为说 他们认为外邦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 先必须要守旧约的律法 也就是他们必须要先接受割离 成为犹太人 因为旧约是上帝启示的话语 所以他们必须遵守旧约 而且耶稣也遵守旧约 耶稣也认同旧约 所以认为这些人必须要 遵照旧约的规定来接受割离 因为割离是跟人跟上帝立约的记号 这是主张犹太化的人 那另外保罗这边 他个人在灵性追求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体验到 遵守这些外在的礼仪 跟得救一点关系也没有 甚至保罗最重要的一点 他之后也会说明 他来说明说 亚伯拉罕早在摩西颁布律法前 就已经因信称义了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创世纪 我们有圣经的简翻盖创世纪 第十五章 我的是现在终于一本 我来念给大家听 第十五章 我念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十五章 这是以后 亚伯拉罕在异象中听见上主对他说 亚伯拉罕不要怕 我要保护你 给你极大的奖赏 但是亚伯拉罕回答 至高的上主啊 我既没有儿子 你给我奖赏有什么用呢 我唯一的继承人是 大马士革的人以利以谢 你没给我儿子 因此在我家里 出生的一个奴仆 要继承我的产业 接着他又听见上主对他说 奴仆以利以谢 不会是你的继承人 只有你亲生的儿子 才是你的继承人 于是上主带他到外面 对他说 你望一望天空 数一数星星 你的后代要跟星星一样多 最重要是第六节 亚伯拉罕相信上主 上主就算他是义人 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为什么样 才被神称作义 是因为他相信 对不对 然后到第几章才有歌礼 第十七章才有立约的记号歌礼 对不对 然后到什么时候才有律法 到四百三十年之后的摩西 才有律法 所以保罗说 如果你说人一定要遵守律法 才能够得救 亚伯拉罕是没有得救 亚伯拉罕得救不是因为 他相信他遵守律法 对不对 亚伯拉罕得救是什么 因为他相信上帝 所以相信耶稣 就可以得救 这是保罗的论点 所以他们就大大的争辩 一方面是认为说 旧约上帝 旧约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 对不对 所以遵守旧约 本来就是应该的 那另一方面 保罗说 我就是遵守 遵守律法 遵守到怎样 破坏上帝的教会 对不对 遵守律法 遵守到头上 所以破坏上帝的教会 那对得救一点帮助也没有 所以 而且亚伯拉罕 早在摩西颁布律法前 就因为他的信心 而被上帝称作义人 所以双方就大大的争论 那这个争论 引起了教会很大的纷争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怎样 这一顶爱耶路撒冷 因为这个根源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 所以他就派保罗跟巴拿巴 以及一些外邦的信徒 特别他们带了一个人 叫做提多 等一下我们会说 把这群人就到耶路撒冷 去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来商量 来召开这个会议 所以这个会议之所以会召开的原因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来看 会议的与会者 大致上分作三个不同立场的人 三个不同立场 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些外邦宣教的代表 就是保罗巴拿巴 还有这个提多 以及安提拉教会的代表 提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因为我们知道提多他是希腊人 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 就是外邦人 他是在安提拉教会被栽培的 他也没有接受割离 虽然他没有接受割离 但是他一样被上帝所重用 所以他是一个活活的见证 这个人没有接受割离 但是上帝还是使用他成就了很多美好的工作 所以他们带着提多去 另外一派人就是犹太派的基督徒 他们这群人就是强调 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一定要接受割离 再加上信耶稣这样的人才能够得救 所以他反对不受割离可以得救这些人 另外一派叫做中义派 就是彼得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 那他们是属于中间派 一方面他们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巴勒斯坦长大的 所以他们特别也是都在遵守犹太人律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跟过耶稣 他们知道福音的自由 但是他们没有像保罗跟巴勒巴那样的勇气 去把他实行出来 去把他实行出来 所以一共有分作这三派不同的人 在这个会议当中参与 那会议的程序是什么呢 好 会议的过程 来我们来看 十度新传十五章记载整个会议的流程 首先第一步 这个你们不必抄 你们去看十度新传第十五章 他就整个流程都记载得很清楚 首先保罗先发言 保罗就跟他们说明他们在外邦所做的工作 大致上原则上保罗会把他跟巴拿巴 在第一次旅行宣道当中所做的事情 所建立的教会 所培育的信徒 这整个事工都报告出来 表示他们在外邦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 那第二个 接着犹太派的基督徒反对者 就是开始发言 就是要他们必须为外邦人行割礼 其实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我说不行 所以双方还是各持己见 对不对 结果怎么样 使徒长老们商议这是讨论许久 圣经说讨论许久 不知道他们讨论多久 大概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这时候彼得起来说 起来发言 彼得述说他先前所得的意象 可能是在说明他在哥尼流事件上面 这牧师上次跟大家讲过了 在哥尼流事件上面所得的一个经验 就是上帝也要借着 借着外邦人的得救 来把他恩典传到外邦去 所以他也说明他在外邦的事工 那整个会议过程当中很明显的 彼得是站在保罗这一边的 那最后我们看到会议主席大概是雅各 雅各他就做了一个最后的定夺 所以他就最后做了一个定夺 他援引先知的话 证明说圣经上面有这个保证 就是外邦人被接纳来分享上帝的救赎之恩 于是他提出外邦人加入教会 要遵守的起码规矩 他提出了四点 第一点是什么 你们不可吃寄过偶像的食物 第二个 不可有淫乱的行为 第三个 不可吃热死的牲畜 那第四个就是不可吃血 那这个 这四点 其实我们给他分析一下 前面两个是有关于道德跟宗教上的境界 不可吃寄过偶像的食物 那这个是有关于宗教上的境界 那不可有淫乱的行为 这个也是跟道德或是跟宗教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 当时在外邦 他们这个淫乱的行为 事实上是在他们在敬拜外邦神明当中的一环 大家要知道 当时希腊的文化底下 那种祭拜神明 其实是非常充满了淫乱的气氛 就是庙里面会有一些叫做庙祭 就是疑路 或是说甚至是南祭 就是你去祭拜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过程 要跟这些庙祭发生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种非常淫乱的一种宗教 所以他特别要强调他们不可吃 祭过的偶像之外 不可有淫乱的行为 然后有些希腊文的操本当中 没有被勒死的牲畜这个字 那所以如果按照这些操本的话 那原本的吃血 可能就是不可杀人流血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耶路撒冷会议的结果 也许是颁布三条属于道德范围的禁令 那这个看法 有些近代的神学家认为说 跟耶稣的看法是一致的 耶稣认为 早期的教会 可以拒绝有关于犹太律法当中 疑似的部分 但是赞成律法当中的道德条例 疑似的部分他们比较不重视 比如我们看到耶稣的学生 有时候在安息日掐了卖税 这其实跟安息日这个条例有关系 这是疑似的 但是耶稣也强调说 不可兼营 这些跟道德有关系的 他们接受 但是跟仪式有关系的 他们不接受 有些神学家认为这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发现怎样 其实后来我们看保罗 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 保罗说可不可以吃 寄过偶像的食物 保罗说可以 上帝创造的都可以吃 所以显然保罗 其实也不吃很同意 所以这次会议的结果 其实是一丝妥协 如果大家看我继续说 我们看到 耶路撒冷会议的结果 根本是对外邦信徒的一种要求 期待他们对于犹太人的情感 做出合理的让步 因为你要理解 这些犹太人 他们从小就遵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 今天有什么问题 就是把他热死了 不是把他杀死 是把他捏死 其实就是说他没有放血 没有放血的意思 女南普通人生出台式 是有放血 他有流血出来 对不对 你把他热死的话 他就没有见血 犹太人他们是不吃 就是他们认为血是代表生命 所以所有的生物要吃之前 都要放血 你理解吗 压血就是血 所以我以为有的教派 有的教派他现在还是不吃血 但是其实我们从保罗的教训当中 其实是认为说 就真正知道真正的真理是 所有神创造的都可以吃 但是有一个原则底下不能吃 什么原则 就是你吃的会让人家跌倒 你不要吃 这是保罗的原则 以后我们有机会会再讲到 不过有很多的圣经的操本里面 没有这句 没有热死的生处这句 不过基本上就是 他是没有放血的生 没有放血的生处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边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说犹太人 很多犹太人他们从小就 就属律法 现在一旦他们到了外邦去 看到有一些人 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不守律法 心里会觉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是要求他们对犹太人这些情感做出一点合理的让步 其实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教会有时候在处理那个圣别礼拜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那个 那个家庭的一些软弱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用处理 我们就大张旗鼓的 有的教会 他就是有一些牧师还是长老 他们说共同要都准备好谁好谁 所以说要除掉偶像 大家就去把那个全部都敲掉 有些当然不会理解清楚的人 他就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软弱的人他会说 我这个已经服事了一二十年 可能有感情了 现在在他面前毁掉 他有时候内心会有一点点难过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体谅他们这种 我们通常都是 就是把他安放好 把他带到教会之后再处理 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些情绪上的安抚 其实我们知道那是假神 本来就可以把他除掉 但是在他们的情绪上 我们要给他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那种安慰 所以事实上这次的会议 事实上也是要求这样 因为我们看到后来保罗 他也不遵守会议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做一点合理的让步 以维持这两个团体的友谊 那这个会议造成以下两种影响 第一种 就是这个会议的确是基督教可以普世化 因为这个会议决定之后 保罗他们就放胆的在外邦当中宣教 所以这个大会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 打开了建立普世教会的道路 不然今天 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台湾信耶稣 我们也要接受割礼 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这对我们来说是太困难了 甚至根本都传不到台湾 这个教会的宣教可能就会没落 但是第二个 对与会者的意义可能多于一般人 保罗在对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还是之后还是遭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因为即使开过这个会之后 这些人还是到处去影响保罗 所以其实对于会者的意义多于一般人 所以事实的问题上没有完全解决 也就是说其实两方面都不一定完全遵照这个会议的决定 不过至少没有限制一定要接受割礼 因为我们看到那几样决议 这几样决议有没有提到割礼 没有 所以至少割礼方面就没有受到影响 那与会者心中也许有一些改变 事实上其实我知道两兆之间都非常清楚 大家还是各持己见 所以当况两千年前他们在开会的结果如此 我们今天在开会其实也差不多了 有时候会议做一个决议 事实上其实大家还不一定会完全遵守 不过至少因为这个会议的结果 所以是保罗他们可以放胆往外去宣传 那我们知道了这一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一节一节的来看这段经文 好那我们一节一节来看 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第一节 来14年后我跟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去 带着提多同行 所以保罗说他14年之后 这14年后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他们认为说是保罗悔改 算起14年 那另外一种是照着这个文本的 上次已经说过他已经待了三年之后 到六三等十五天再回到基利家 再回到叙利亚 之后14年 那有人所以算起来应该是七年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这两种说法对于圣经的真理本身没有妨碍 因为他最主要是说14年其实是代表这样 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14年当中保罗一直的坚持着传福音的使命 他仍然忠心在他的事工当中 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指手 没有改变他的信息 也没有摇动他的心智 所以14年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且在这14年当中 耶路撒冷教会也没有反对他所传的福音 或是禁止他所传的信息 所以他事实上他提出这14年是一种证据 表示我的工作事实上不然都没事情 为什么14年之后突然跑出这班人 突然间来阻牢他 所以他不得不再跟巴拿巴提多 还有安提拉教会的人 在14年之后才又回到耶路撒冷去 好 那这边巴拿巴 这个我们在导论的时候讲过 他是立位人 身在塞浦路斯 如果你看地图的话 塞浦路斯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岛屿 对不对 他名叫做约瑟 那根据字意来看 我说第一个巴是什么 是指儿子 拿巴是指先知 合起来是先知的儿子 那但是 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巴拿巴的意思是一个安慰者 一个鼓励者 一个劝慰者 那我们知道他本来是跟巴拿巴 保罗本来跟巴拿巴同工的 后来因为马可的缘故 他们分开了 那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去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最大的原因跟支持点 因为巴拿巴其实在当时的教会里面 他是非常非常受尊重 甚至他比保罗还更出名 更备受尊重 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前面第三章 那个时候巴拿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赢得许多人的尊重 所以而且他又最早接纳保罗 那这次巴拿巴与他同行 和让他做保罗工作的见证 使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工作 有更深的了解 所以带巴拿巴去是有这个作用 那另外提多 提多是保罗的助手 他是归信基督的西利尼人 就是希腊人 其实他就是外邦人 那保罗带着提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 保罗在外邦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见证 因为他正可以说明说 上帝怎么使用一个 没有受割离的外邦人来荣耀他 让外邦人提多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功能 用他来说明 第二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我上耶路撒冷去 是遵照主的启示 在私下会见那些领袖的时候 我向他们说明 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 我不愿意我过去或目前的工作落空 保罗说 我上耶路撒冷是遵照主的启示 虽然我们看使徒行传好像是安提拉教会派他们去的对不对 但是很清楚这两个并没有冲突 也就是说他们在派他们去的时候一定经过了祷告 经过了讨论 所以他们才会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照着主的启示 派遣巴拿巴 提多跟保罗 以及一些信徒一起去耶路撒冷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所有的早期教会的工作 他们都是经过很妥善的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才这样做的 他说我在私下会见这些领袖的时候 这些教会领袖的时候 我向他们说明我在外邦所传的福音 我不愿意我过去或目前的工作落空 这是说什么 他说说明 我向他们说明这个说明 这个字原意是有两个字合起来的 意思说我把这件事摆在他们面前 如果在会议当中进行的话 就是说我就在当中提出了这个议案 那保罗提案的内容可能是 我在外邦传道当中原本都非常顺利 我传的就是信耶稣就可以得救 那后来有一般人来扰乱 那到底耶稣上的态度是怎么样 到底外邦人接受耶稣之外 是否还要再遵守犹太人的律法 所以他就提出这个议案 那我们可以想象这场私下的会议 是一场场外的协商 先协商 那这些领袖 他就跟这些领袖私下先协商 这些领袖的意思 领袖的意思是原物是为人所看重的 会成为领导的人 所以这些人很可能是指彼得 主的兄弟雅各跟约翰 所以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 他们可能有私下跟他协商 所以我想说彼得之所以 会在会议当中起来支持保罗 大概是之前就有经过这样的协商 保罗说我协商这个目的是怎样 很担心合本的声音说 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 这边这个奔跑 奔跑是什么 是运动场上竞技所用的语词 这边是说我为了传福音 我已经跑快到终点了 结果怎样 有人突然牵出来阻碍 说我妨碍规则 结果怎样 我前面跑的是不是怎样 那全都白费了 所以他用这一个出来说明说 事实上他非常努力的在奔跑 那如果万一这群人出来捣乱 那我先前所做的 以及现在所做的 全部都要白费 保罗特别喜欢用这个 希腊文化下的这些比喻 来说明 让读者可以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也都是用这些比喻来说明 好 落空的意思就是无效白费的意思 那保罗在这边是表明 他再一次拜访耶路撒冷的原因 是因为这群人不断不断的搅扰他 使得他不得不再一世 前往耶路撒冷 向使徒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希望他们来解决 那是底下他跟这些领袖们 斡旋的结果 希望使他所做的福音工作 不至于白费 不至于落空 好 我们来看第三节 来 跟我同去的提多 虽然是希腊人 也没有被强迫要接受割离 希腊人这边贩子做外邦人 就是没有受割离的非犹太人 那割离是什么 割离我们大致上 如果在教会久了就知道 它是犹太人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 那我们刚才看过了 亚伯拉罕时代 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就记载 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 所以亚伯拉罕的后印 所有的男婴必须割掉包皮 用这样来跟上帝立约 成为一个立约的记号 但是在保罗时代的外邦人 如果你要信犹太教 这边不是说基督教 如果要信犹太教的话 就必须要接受割离 这是规定的 但是要求生活在希腊社会的外邦人 行割离有相当的困难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希腊人 希腊文化下的人 他们如果要社交的话 他们有几个场所 必须要裸体 比如说他们运动竞技的时候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男性为了展现他的利与美 就是必须要裸体 另外一个更多的场合是什么 公共澡堂 大家有看过那个罗马浴场吗 公共澡堂 你去洗衣服一定要裸体吗 对吧 裸体我们可以看到了 对吧 我这里有商品 这商品是不裸体的 我给大家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大家不要以为大家去澡堂是在洗澡的 或是去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地方叫做以佛所 以佛所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马桶 看得出来 现在你看这个就是马桶 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很简单的设备 这个是人类史上第一次自动的冲水马桶 怎么设计你们知道吗 我有一个图给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就是它里面的示意图 那时候还没有坏掉的时候是这样 你看 它这个是什么 这是七甲草的 它洗一洗 它可以拿去七甲草 当然这是为了 为了给大家看 所以它都有穿衣 不然是你在里面变索 当然你洗澡股一定躺着 上厕所也一定脱掉衣服 对不对 然后他们现在上完了之后 对不对 就擦一擦 然后把它丢到这个坑里面 底下有水 底下有流水的系统 里面有一个水沟就对了 那水沟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冲出去 然后他们的奴隶就会把它清洗干净 再回缩再利用 你要看这些人 你看这个比较人心的房子 对吗 穿的也没做人心的房子 对吗 没有 大家其实是那些社交的 因为希臘人 希臘人的自由人 他们只有一件工作 只有一件工作 怎么工作 谈天说地 跟人家辩论 聊天 或者听八卦 所以他们的公共寓食 或者这种公共厕所 其实就是他们社交的地方 你说一个人 他为了信仰的缘故接受割礼 人家就问说 你接受割礼 大家来找到 你才变成犹太人 特别是那时候犹太人跟其他的人 是大家都认为 犹太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主 你要成为犹太教 接受割礼 这个当然是教规规定的 但是你今天要接受耶稣 信耶稣 还要先成为犹太人 再成为基督徒 这对保来说是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跟得救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要一个希腊人 一个希腊文化底下的人 接受割礼 对他们来说是太困难了 更何况要他们遵守律法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割礼真的跟得救有关 那就应该接受 问题是保罗认为 割礼跟得救一点关系也没有 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 事实上保罗带着提多同趣 就是一种证明 因为保罗提多 我们刚才说过 他就是一个活活的见证 他是保罗工作的一个成果 一个没有接受割礼的外邦人 他还是可以荣耀神 还是可以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工人 所以这是保罗带着提多同趣 结果怎样 我们来看 但有些人假装信徒 偷偷的加入教会 要他接受割礼 这些人像侦探士的混进来 要侦查我们应心基督耶稣 而享有的自由 为的是想奴役我们 他说这个时候 有些人假装信徒 淘淘照在教会里面 要强迫他接受割礼 那这些人像侦探士的混进来 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窥探而已 是要搞破坏 要侦查我们应心基督耶稣 而享有的自由 为要奴役我们 所以像侦探一样的混进来 表示他们不是从侦探门路进来的 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敌意的词 这些人不单单是暗地侦探而已 而是怎样 要破坏 要搅扰信徒的信仰 那就是这群人 同样一批人到各地去 包含加拿太 来捣乱加拿太人的信仰 那要怎样剥夺他们 因信基督耶稣而享有的自由 直接翻译的话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而有自由的人 那这种自由是心灵上的自由 要剥夺他们心灵上的自由 那为的是想要奴役我们 指这些假弟兄的目的 就是要夺取我们的自由 使我们成为屈服在律法底下的奴仆 这是他的目的 所以由这句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有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 暗地就是阿根纳波罗 在那边设立教会之后 离开之后 他们就去破坏 就去假意说 我是教会里面的弟兄 我告诉你们 保罗所传的不是真理 还要再加上遵守犹太的律法 就这样来破坏这些信徒 在耶稣基督里面拥有的自由 所以强迫他们要先成为犹太教的信徒 才能成为基督徒 那这个会使外邦的福音事工 多困难去推展 所以保罗称这些人是假弟兄 假信徒 称这些人所做的是要夺取外邦人在主里的自由 而使他们沦为律法的奴仆 好我们先来看第五节 可是为了要替你们保存福音的真理 我们对这班人毫不让步 这是前面这是第五节 保罗说为了坚持福音的真理 为了替外邦人保存在基督里的自由 他绝不让步 虽然他那时候在初代教会并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但是他还是不跟这群具有影响力的犹太牌基督徒妥协 他不退让的原因是万一他如果退让了 当然他如果跟他妥协了 他可能将来会比较清神 他传福音就不会有任何阻碍 但是因为这样子上帝的恩典的福音就被改变了 所以他不退让是为了整个外邦的福音事工 他如果让这些人为提多行割礼 那他这个事上退让了 将来他站不住脚 所以他就这样 他传道的工作 并不是倚藏那些有名望的人的举荐跟提息 或是物质方面的知识 乃是靠着自己是靠着上帝的能力 那当然保罗再说明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他是明白了上帝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众人 而范围有分配 彼得是对犹太人传福音 那保罗是对外邦人传福音 好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 来开始看 但是那些被认为有名望的领袖 他们的地位高低我不在乎 因为上帝是不与外表来判断人的 我是说那些有名望的人 并没有给我什么新的指示 相反的 他们看出上帝把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任务交给了我 正像他把传福音给犹太人的任务交给彼得一样 好那些被认为有名望的领袖 这些当然就是指彼得、雅各跟约翰 他说他们的上帝是不与外表来判断 就是依据外表来做决定 他是指上帝不看重人的地位跟名声 他说这些人并没有给我什么新的指示 是指保罗所传的福音 意计保罗所传的福音已经像其他使徒一样是完全的福音 所以其他使徒并未在他所传的福音上再加上什么 就没有给他什么新的指示 那意思就是说这些有名望的这些领袖们 他们也是支持他的 他们看到什么 上帝把传福音给外邦的任务交给了他 正像他把传福音给犹太人的任务交给彼得一样 也就是说上帝把同样传福音的使命都交给他们 但是范围是不一样的 保罗是传给外邦人 而彼得是传给犹太人 就有这样的分别 好 我们来看第八节 因为上帝以他的大能使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正像他使彼得成为犹太人的使徒一样 这是接着那个第七节 所以在这边保罗也肯定了彼得对犹太人传福音的领导地位 但相对的他也肯定了自己在外邦人当中的使徒地位 那这两种地位都是来自于上帝 只是宣传福音的范围不一样 好 我们最后来看最后这两节 来 雅各彼得约翰 这三个有名望的教会住时 既然知道上帝把这特别的使命交给我 就跟巴拿巴和我握手 既然成为同工 我们就同意 巴拿巴跟我应该到外邦人中工作 和他们在犹太人中工作 他们只要求我们记得犹太人中穷人的需要 这件事正是我一向努力在做的 在这边他提到三个人 雅各这就是主的兄弟雅各 还有彼得约翰 那我们常常在圣经当中看到彼得雅各跟约翰 另外一个雅各很早就殉教了 那后来这个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 那这三个都是当时教会有名望的人 这边注食的意思就是动良 这句话可以翻译作 那些为大家所看重认为是教会动良的 那这三个人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 那这边的握手和和敦 一翻译作用右手行香蕉之礼 那这个香蕉的意思可以翻译作团契 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很重要 叫做Coinonia 它可以翻译作团契 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共同的默契 那其实团契的意思就是说 应该说组成一家公司 那组成公司每个人都要提出什么 股份对我 我们跟人作为做成一个公司 你要拿一些钩粉 那我也要拿一些钩粉 每个人都要贡献一些 然后上帝是最大的股东 我们大家一起同工 所以这边的握手有这个特别的意义 就是大家一起同工 大家同一心智的 表示互相彼此认同 而且是同一个团体里面 只是所从事的工作范围不一样而已 所以用右手形香蕉之理的意思是表示 保罗、巴拿巴、雅各、彼得、约翰 五个人从此就携手合作 彼此地位相等而且事工互相独立 保罗跟巴拿巴到外邦去传福音 其他三个人留在犹太人当中工作 所以当时他们有这样共同的默契 但是他们交代他们一点什么 他们只要求我们记得 犹太人中穷人的需要 这件事正是我一项努力做的 那这边穷人是指 一路上很贫穷的信徒 当时有很多信徒因信仰的缘故受到迫害 特别是他们曾经受过谁的迫害 保罗的迫害 所以造成他们很多家庭都破碎掉 可能家庭的男主人 因为保罗的迫害而死亡 所以就留下很多孤儿跟寡妇 所以有很多的穷人 然后当时又遇到了大饥荒 比如说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耶路撒冷曾经遇到大饥荒 所以他们就很需要救助 我们看到保罗的整个宣教历程当中 他常常在外邦的教会当中募款 然后把这些募道的款项 带回去耶路撒冷 来救助这些穷人 所以他说虽然他们要求我要注意这些穷人 这正是我一向常常去做的 好 保罗表示他 他们要他持续不断的关心 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 这也是他愿意的 而且他们还没有要求之前 他已经这样做了 今天整个经文我们看下来 事实上保罗在说明说 因为外邦宣教上所遭遇到的困难 所以他到耶路撒冷跟他们举开了耶路撒冷会议 甚至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的这个协商 他都已经一再的表明 上帝把外邦宣教的工作交给保罗跟巴拿巴 而把犹太人宣教的工作交给这些教会当中重要的领袖 彼得雅各跟约翰 那上帝已经把这样的工作都已经计划完成 他们只要照着上帝的计划去做 自然而然福音可以顺利的广传出去 没有想到这些人出来破坏 造成他们遇到的困难 所以保罗才上耶路撒冷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最主要的经文解说到这边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的就是 教会当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对于信仰认识不清 那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说 有一些人假装信徒偷偷加入教会 要提多接受割离 这些人向侦探式的混进来 要侦察我们因信基督耶稣而享有的自由 为的是想要奴役我们 那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说 其实他是内忧外患 他对外要信仰福音受到很大的阻力 可能来自于犹太教会的阻力 可能来自于外邦人的误解 那另外内部又给他搞破坏 所以他是内忧外患 所以我们看到外患还比较容易面对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敌人都知道 但是内忧就比较麻烦 所以信仰最可怕的敌人 不是在态度上明显跟真理做对的人 因为这些人我们都知道 真理上敌对的人 我们通常会特别小心 但是与我们相同信仰的人 反而会不留意 那这些人是隐藏在暗地里面混在信徒当中 巧巧地潜伏着 可能会影响教会更多 我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最近有一些 其实他不是基督教 但是他很像基督教 他就会混到教会里面来影响 其实对长老教会影响比较小 比如说有一个叫东方闪电 就是我们说的全能神教会 他们往往会混到教会的小组里面 因为小组 在小组里面就跟大家混得很熟 然后也很热心 参加服事奉献都很热心 让人家认定说 这个是一个好的弟兄姐妹 结果他就在小组里面散播 他们异端的观念 最后可能把整组的人都带走 很多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全能神教会 我们台湾叫全能神教会 我们少年教会的网站 有时候也会被渗入 大家知不知道 你们大概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一发现 我们就会趕快把它拿掉 因为有时候连结 就是连结到全能神教会那边 那是跟我们的信仰完全不一样 那教会最可怕的就是这些 感觉上跟我们很像 事实上又是异端 混到教会里面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有三种认识 第一种认识就是 来教会我们就是专心仰望 专一仰望上帝 不要特别因为人而跌倒 因为看人很容易跌倒 那唯有仰望上帝才会有盼望 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念 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 都不完全 如果大家都要求每一个基督徒 都圣洁如同天使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 你往往会很容易失望 特别是教会里面的领袖 有时候牧师长职 有时候很容易被大家看出 他的内心的软弱 那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人 而忘记我们要专一敬拜神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 同时我们也要小心 我们的言行举止 特别是教会里面的领袖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而让其他的信徒跌倒 也就是说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行为 而言语 用言语跟行为造就人 当然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对某些人 又对牧者要特别的要求 的确牧师也知道 但是每一个成为教会的领袖 都要有这样的自知 人家都是透过我们在认识上帝 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牧师常常说 一个未信者 他在外面是看基督徒的什么 看基督徒的见证 然后来到教会他是看我们的敬拜 牧师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说 他们在敬拜外邦的神明的时候 在敬拜我们认为的偶像的时候 他们是那么样的敬虔 可是他来到教会发现说 我来在敬拜真神上帝 那个清清淡淡 马马虎虎 有的在嘟咕 有的在发手机 有的在说话 我看了我拔倒 那我们要告诉这些人 你来教会 要看上帝不要看这些人 可是一方面我们说 不要再有这些人出现了 我们自己要谨慎 所以大家知道 以免 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 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 面对这些死人跌倒的人或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好自己的信仰 而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圣经 所以牧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强调 把信仰建立在这样圣经上帝的话语 这个稳固的基础上 因为即使再大的敌人 你说全人神教会的渗透到每一个 每一个小组里面 当他宣讲的不是真理的时候 每一个信徒因为根基已经建立得很稳 他一听就知道这个不对 他马上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似是而非的 模模糊糊的 很容易被人家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清楚 而且坚定的 再大的影响能力也不会 对我们造成任何的损害 所以牧师特别期待说 大家真的是每天要固定的读圣经 每天都要读 每天都要思考 所以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地基上 这就没有错 任何的影响都不会影响我们 好 这是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 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真理持续的坚持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为了福音的广传 付出了一切 可是他对加拿大人说 为了要替你们保存福音的真理 我们对这班人毫不让步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或是他所留下来的文献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为了很多事情 他都可以退让 他都可以妥协 都可以牺牲 他放弃自己的权益 但是为了福音真理 他坚持绝对不让步 那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保罗怎么样 如果我们站在保罗的情况 也许我们会 我们很容易妥协 我们就想说 退让一下 为了他干旦传 然后传福音就没有 人家会阻碍我们 反正就是接受割离 反正我都已经接受割离了 对不对 那大家都割一割 也不是割在我身上 我也不会痛 有什么关系呢 那算了 这个浪步 可是他想 他想说 这样子如果一旦浪步 我就简单轻松容易 也不会再被人家攻击 我称心如意 可是他知道 他如果在这上面 退让一步 福音真理就很困难传出去 接下来这些人 又要求守所有的律法 那这不是倒退吗 所以我们知道 在他的情况 也许他会这样想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们看到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 我是个自由的人 不受任何人奴役 但是我却甘心做大众的夫人 他有权力做自由的人 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做大众的夫人 他跟犹太人一起工作 我就像犹太人 不要争取犹太人 所以他 他虽然不处在摩西法律 法律的控制下 他因为面对犹太人 他就守律法 为了要传福音给犹太人 那跟外邦人 跟律法以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不受犹太律法的拘束 为了争取律法外的人 然而这不是说我不服从上帝的律法 其实我是受基督法律的约束的 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 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了争取他们 所以在什么时候 什么人 什么样的人当中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用什么方法 我总要救一些人 所以保罗唯一的目的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多救一些人 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所以他在这些事情上都退让 因为这些事情跟真理没有关系 但是他面对真理的时候 他就是坚持到底 不跟 对这班人毫不退让 这就是他的态度了 今天很多教会 跟这个完全相反 常常坚持很多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 对真理模模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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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不要紧 我看到很多教会在争论是什么 争论是什么 这条鱼要用什么色 那不是一定要用茶的 那卡电用什么色的 有人说我们用绿色的 我们不行 这是民进洞的 用蓝色的不行 这怎么 那不是要买古老师来刮 教育干嘛 这个跟真理有没有关系 没有 可是往往很多教会在争论都是这样 有很多教会建堂 你都会玩假的 那是你怕要踩到尾 要不要用投影 有很多人还坚持不要用投影 有些人坚持一定要用投影 那这跟真理有没有关系 那这跟真理有没有关系 那没有关系啊 那就只能挂一只能买一条椅子 只能做一种颜色 那怎么样 不习惯你不喜欢也是 就接受嘛 对不对 因为他跟真理一点关系没有 而教会往往都是在吵这个 真正对真理 倒不一定会坚持 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保罗为了让福音可以传出去 他宁愿牺牲自己 很多事情都妥协 但为了福音真理 他就是坚持到底 这是我没有学习的精神 其实这句话最感动的 无论用什么方法 我总要救一些人 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 目的是再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所以 请大家特别要理解保罗这种心智 并且我们要去学习 保罗为了多救一些人 为了分享福音的好处 他用生命来捍卫他的理想 那我们呢 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 最后一个 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 上帝是看人的内心 不看人的外表 保罗说 他们的地位高低 我不在乎 因为上帝是不以外表判断人的 他非常清楚 上帝不是用人的眼光 在看事情 我们一般人会有这样的软弱 我们会用这个人的社会地位 名望职业跟经济能力 来判断这个人的价值 但是圣经一再的重复说 上帝不是用这个标准在看人 我们看上帝在选人 就选那个让我们出乎意料的人 上帝不是看人的外表在选人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结交有钱的人 也跟贫穷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强调 人看贵没看贵 那是当时不能看贵没看贵 有些人是真的看贵没看贵 说我都不想跟他好去做会 跟他们做会很辛苦 但是为了得到他们 怎么可能不跟他们在一起呢 所以在教会 我们眼中不是看到这一个人 他的身份地位 而是看到他真正的需要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身上所有的光彩 都要脱掉 你不是说我是公司的大老公 我来这 公司的大老公来这 也是上帝的老婆 也是上帝的儿女 那你不管在外面是什么样的地位 你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一样是一个门恩的罪人 是上帝所怜悯的人 这是我们要真正明白的 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 就是需要这样 好分享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您 让我们每一个礼拜有这段时间 来到你的面前 静静与你相处在一起 并且透过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 求主与我们同在 赐福保守眷顾我们 让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得到平安 并且将你的话语牢记在我们心中 并且实践出来来荣耀你 来祝福人 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